哇,我真的是火到 想說,你這個真的沒有辦法啊 你禱告有用嗎 我非常喜愛嘲笑有宗教信仰的人 不管是什麼宗教 然後他們對於我變成天主教頭 是因為另外一個男生的關係 改變了自己的樣子 他們覺得你犧牲好大 我的老公跟我在香港認識的 他來自哥倫比亞 所以他是一個天主教國家長大的孩子 他不只是天主教徒 他還是傳統拉丁天主彌撒的教徒 我每天回家就是跟他說 我們現在該想怎麼辦 是我們要一起回家呢 回你的國家還是回我的國家 想個辦法 他就會說,Baby你交給主 他有安排 哇,我真的是火到 想說,你這個沒有辦法 你禱告有用嗎 你根本沒有用啊 你不要跟我講這些 然後每天都會跟我分享很多小聖人的故事 然後跟我分享很多那個 哲學還有聖經的故事 我就會 啊 火冒散到想說 我現在已經馬上焦頭爛耳 我不知道怎麼樣可以 不要讓你被開除 我不知道怎麼跟老闆講說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請假 我們找不到房子 我覺得很煩 你要清楚 我是一個從台灣長大的人 我沒有任何宗教信仰 OK,你不要再跟我講那些 你是從小就是在這個 神的恩典中沐浴長大的 我沒有辦法理解 然後他要跟我講歷史 要跟我講 然後我們兩個就會在吵架的時候 可能他會講西班牙文 會講義大利文 欸,但還是可以通 你知道,吵架一定要讓對方聽得懂 你才可以宣發你的怒氣 所以呢,這件事情 我有一天就跟他 繞了一個很大的狠話說 我告訴你不用再跟我講了 你除非今天找到一個人 他可以懂神學 可以懂教會的禮儀 然後可以懂中文 可以懂西班牙文 你再來叫他來教我 不然的話就不要吵了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溝通 更讓我就是 被天主打了一棒說 你說找不到的人是不是 我現在調一個人出來給你 軍艦老師他會 會意大利文 會西班牙文 會英文 會中文 而且他是台灣人 他會神學 他就突然抖出了這個人說 他可以教你啊 他什麼都會 他現在還在 他為拉丁文 正在學習希臘文 然後他教我的方式 是我完完全全可以接受的 在你了解所有東西之後 了解所有的教理之後 我其實找不太到所有理由 可以去跟一個人說 其實不需要 我覺得很需要 但是這一段 最後我想要講的是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就是當你要跨進這個世界的時候 你的朋友們還沒有跨進來 他們不會理解 他們只會覺得你好瘋狂 就跟你以前的我一樣 所以我看得到那個印子 我記得我那時候最受傷的是 我的朋友跟我說 結婚是兩個獨立的事情 要變成一個家庭沒有錯 可是你不需要為了另外一半 去犧牲你的信仰 所以你老公信 你不用信啊 你如果不想信 你就不要信 宗教本來就是可以選擇的 那個時候我會覺得我們在 這一個社會上面 已經被腦袋灌輸了很多觀念是 為自己 女生也是 我們很多已經年輕的女生 已經被 我也是被洗腦洗到說 什麼事情就是愛自己先 為自己好 你不要委屈自己 然後即使結婚了 你也不能為家庭犧牲太多 因為你還是要忠於自己 所以導致就是我們會覺得 婚姻不好 我受委屈了 我就要分開 然後他們對於我 變成天主教頭 是因為另外一個男生的關係 改變了自己的樣子 他們覺得你犧牲好大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 有一點就是被攻擊 因為我的腦袋會覺得 我應該要站在女性的立場 就是對我要活出女生的樣子 我不能為了男生改變我自己 可是我後來可能也長大了吧 就覺得其實這是我要選擇的人生 而且犧牲這個名詞 這個動作對我來講 是你要放棄 你以前很美好的東西 你可能常常去看電影 你可能常常穿得很漂亮 你可能有很多 你想要享受的事情 你要放棄這些東西 而去成全一個 你覺得不怎麼樣的事情 這個叫做犧牲 可是你現在要看看 你要成全的東西是什麼 我現在是覺得 我找到了一個可以穩定我家庭的概念 我以後的小孩子 絕對不會變壞 然後我也不會變壞 如果我一直就是非常淺誠的話 就是我們每天都要去 每個禮拜天都要去彌撒的原因 你如果是這樣子 我用木道的時間 我用去做彌撒的時間 然後去換取一個 我覺得不是不好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更美好的東西的話 我覺得其實天主很值得 我們去花更多的時間 跟更多的犧牲 你不知道你給的這一些 他會在未來 或是在你勇士的人生裡面 還給你什麼 那可能是你想不到的 那個時候我就 沒有拿到 人家不要後悔 所以 我其實到今天 如果有人要問我說 為什麼你會想要變成天主教徒 你要講理由 我當然講得出來 因為怎樣怎樣 可是說實在 我覺得我是 最不可能變成教徒的人